请我们的那个主委 主委备讯 好 这位委员早 主委啊 是 你的口头报告里面 是这个预算书的报告 不是什么 这个一百周年啊 建国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周年里面 既往开来彰显建国一百年的荣耀 我也帮你看了一下 然后呢 这个文件会九十年到一百年 建国一百周年庆祝活动的 这个预算的分析啊 我也跟你详细的看一下 这个呢 如果有看的话都了解 但是刚才如果听到我们的 陈委员讲的一些话 十个字 九亿五千万 每个字 多少人 九千 九千多万 不是不是 他是 十个字是九亿多嘛 对不对 一个字就 九千多 九千五百 如果明天报纸一登啊 这文件会像拜家子一样的 那个一个字就这样 你说你怎么办 是 对不对 所以啊 你要赶快啊 等一下就记者说 你就刚才说明 然后呢 我们审议算的时候 真的要很详细很详细 本来是一个一桩美意 一桩很好 见过一百周年 大家都期待的 对不对 被他这样一讲气的话 哦 那就完蛋了 是 所以你这真的这个如何的危机处理啊 是 这是非常的重要 好不好 是 我们准备了很详细的资料 那我们等一下就立刻发送 但是等一下被记者弄出来 明天大标题写这么多 然后你解释过两三天 他就写一点点 你怎么 我们一定在今天中午以前 把所有的资料都散发 一定要告诉大家 不是这种的事情 是 要详细的让那个记者了解 播出期的新闻不是这样子 是 这样子 我们这个一百周 一百还没开始 就被弄到这样子了 对不对 是 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啊 是 那个 那个文化总会 我们的现在是以前的前行政院长 是 在十一二十九日 他出席中华两岸文化创业产业 这个发展协会成立大会的时候 他表示说 中华文化是两岸最大的工业数 在两岸可以复补推动文化产业 请问主委赞不赞成他的看法 我很赞成 因为这两边 如果在文化产业上面 尤其是文创产上面可以合作的话 就是这个市场 也可以成为我们进军世界的一个跳板 所以也不一定说 只是把大陆的市场 作为我们的市场 你是现在我讲 还是你本来就有听到他讲过 我在场 他讲的时候 我在场 我在场 好 我放开你的一算书一百页里面 有关两岸文创产业合作部分 指引看到什么 大陆文创市场拓展 推动合作交流的计划 激烈大陆地基礼费 三百二十四万三千元 以及协助业者参与国际 以及大陆重要的文创会展 会展 所以你们的预算是编了一千九百万 像这样的经费够吗 然后刚才你也讲 你也听到他讲 这个是很大的中华市最大的公益数 这两岸文化的推动 产业做这种 只有做一个去参加会展 协助 然后编了预算 对这些文化的方面 你们是真的 弄得太少了嘛 那只是一部分 另外我举一个例子 像我们今年第一次办文创博览会 我们希望明年我们也继续办 像这个文创博览会里面 它的总经费 就有四千多万 然后其中也有两岸的布展区 那为什么科目不列在大陆文创 托款 它是在文创博览会的项目里面 那文创博览会里面也有两岸交流的部分 所以它的主要目的 这一点举例来讲 它就不是主要目的不是说做两岸交流 是我们像国际的一个文创博览 两边的活动 两边的文化 所以我是对于推动两岸文化产业的合作 除了参加大陆的地区的展览之外 我也希望福岛台湾的人 赶快多到那边办 然后希望大陆的也来做展览 交流 还有前两天在中正纪念场 中国国际画剂 孙宏蕾和王蕾演出的 八年看战期间 北京小羊圈 福同里一般人民生活的 四代同堂的画剂 在世界首演 你有没有看 没有 抱歉 没有看 很可惜 本学认为这样大陆艺术团 还有像台湾的明华园 原本五级 相声 这个等等 在市场 我们可以开拓两边的市场 对不对 所以你还是要协助他们 因为他们这个艺术者 他们只是自己怎么把自己发扬 要这样推动的话 他们可能没有这种能力 所以我觉得文建会 你应该在这个两岸的市场 也要帮忙他 另外文建会你是92年推动文化参与产业这个计划 成立了华山台中花莲嘉义台南五个文化园区 是 99年你也编了预算 25亿7371亿3000 到99年8月底的时候 你们执行数是18亿5673万5000 执行率是72.14 对不对 审计部三年来对你们这个投资效率不张的切施提出来指证 你知道这个是吗 我知道我知道 对啊 这五大延期里面目前有正式对外的 旧华山嘛 还有花莲和嘉义嘛 那台中啊94年开始正式营业 但是一直到98年的时候停一直停到11月底嘛 还有台南还没有对外开放嘛 所以文建会你本来是期待这五大延期啊 可以成为台湾文化创业产业发展的示范基地啊 对这个五大延期他们的执行的成果 你主委你认为满意吗 不不不不 当然是不够满意的 那你有改善的方案吗 有我们现在啊 针对五个园区一方面在硬体的修缮上面 我们大概在明年底啊 几乎就能够把它告一段落 那我们在现在很多招商的方案 我们针对每一个园区他独特的这个状况 比如说在针对嘉义的园区 我们现在也在跟这个烟酒公司来谈 因为他很多是过去的酒厂啊 怎么样能够把这个 比如说一部分做这个酒文化的一个保存 另外一方面 他能够开餐厅 能够对外开文创产品商品的店的这些场所 我们也找这个厂商跟他们谈委外的经营 所以我们大概因为最近这几个月谈的结果都还不错 那台南为什么没有 台南因为他主要还在硬体在修缮 然后我们一边修缮硬体 我们现在一个委外的计划 也已经准备上网要公告 就是我们同时并进 这样子让这个希望厂商赶快征选出来以后 硬体一做完 他就立刻可以开始营运 那台中为什么停掉 台中没有停掉 不是他到11月 这个一直到11月底才开放啊 暂停啊 台中一直在开放 他98年度有暂停啊 开放到11月底啊 98年 那一段时间 都没有暂停啊 去年那一段时间啊 因为他等于是文资总处在那边也在做办公 他其实尤其去年办了几项大活动啊 那个参加人士都很多 那后面那学生真的没有吗 对他是文资的主任 说没有 现在就在 不是90 我说去年啊 去年也没有停 有到11月 去年才11月才正式挂牌 暂停开放啊 没有没有没有暂停 因为他是94年开始正式的营运吧 没有没有94年一直在修缮嘛 现在到现在为止还有三大 那你就说98年11月才是正式的开放是吧 去年才正式挂牌 而且还有没有修缮 前面的94年到98年 那都在修缮呢 本来历史 他是台中救酒厂根本就是一个产业遗址嘛 全部都是荒废掉了 死荒废了十几年 我希望这个是文化产业的示范基地啊 这五个啊 既然花那么多钱 25亿啊 真的严格的去监督他们 辅导他们 是 是 另外哈 文建会你在93年 呃规划推动北中南哈 三座流行音业中心 是 你知道哈 是 这个计划推出来 我也在这个文化这边哈 一直要争取桃园县内的 到桃园县内来 主要原因有两个 因为台北县台北市 已经拥有国家级的这个博物馆和展览中心 已经有了 然后呢 桃园县完全没有 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桃园县不但地方的预算配合 准备好了 同时连新建的土地啊 都已经找好了 就是不给我们桃园县 为什么呢 因为民进党执政嘛 一些要把这个建设经费留给民进党的那个地方政府嘛 要民进党执政 因为我们桃园县是朱立伦啦 尤其深南的朱立伦执政啦 所以呢 把北部的流行要放在台北县 哎 放一放了台北县就换人了 换周席伟 哎 又又把它换掉 换到台北市 这忽略我们桃园县民的期待啦 一直到我们马总统执政马英九执政的时候才同意桃园县新建展演中心 现在展演中心已经新建完了 主委 这个二十七二十号的金马奖典礼的会场就在那里 对不对 是 但是台北和高雄的流行艺场现在还没动工哦 也还没开工 也没动土 对不对 还没有 对呀 执行效力这么差 对不对 像这这两座的音乐 那个这样差进度这么差 怎么办呢 这个跟委员报告 是地方政府的事情 这个我们也真的很不满意 所以 因为台北现在 他的一开始动作比较快 可是他现在因为噪音的关系 他设计图有照 那个状况 现在有噪音 当地的居民有很强烈的反弹 然后 北市府跟那个得标厂商之间 到现在还没有签约 那高雄市 最近大概在两个月前 才正式找到了 这个国际净土的厂商 不过他们这两个 因为他是走国际净土 相对时间会久一点 可是 坦白说 他的效率还是不够快 所以我们 我们也会加强来督导 主委啊 我觉得如果台北市 和高雄市政府 没有能力完成 应业这个 中心的流行应业中心的计划 我建议 我们把经费省下来 多少钱全部两座 大概九十几亿 九十几亿啊 是 对不对 那就停下来 他们整个行政上面的作业 你给他一个时间 都是地方政府在执行的 你给他 我当然是要地方政府执行啦 如果现在中央政府执行 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啊 对不对 地方政府如果不肯执行的话 你就把经费收回来 省下来嘛 对不对 省下来 这个钱省下来 还有你收集到的音乐 这个文物啊 你可以放在我们的桃园的展演中心嘛 对不对 一方面可以节省工厂 另一方面呢 可以把文物高度集中来 让民众可以看啊 对不对 可以省的就省嘛 是 不用怕地方政府啦 只要做的正的话 做的好的话 我们大家就会支持你的 是 好不好 像这方面 赶快去督导 督导 看高雄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 不能解决 不能做 钱就收回来 对不对 这是这么大笔的钱啊 还有呢 那文件会你规划在未来三年要增加对这个华山艺术生活的补助啊 明年将加码四千万举办2011年华山艺术生活的叫百年顺势 邀请政治大学名教授叫吴静吉的担任这个策展人 是 开上鼓励表演团内发展定幕剧的文创机场 对不对 是 我是讲 我时间也不多 我想说这个补助的标准是怎样啊 那事后你再给我看看啊 还有门槛是怎样啊 是 补助的金额的多少啊 好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委员 谢谢